我是素年锦时 今天我要分享的文章是 王子游 随性自然做自己 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作者是会移动的山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 请记得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诗说新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近代书法家王献之 和哥哥同在一个屋子里 房间突然起火 哥哥匆忙就往外面逃 连衣服斜袜也顾不得了 而王献之从容不迫 还叫侍从帮他穿好衣服 再慢慢从火场中走出来 由此 世人赞扬弟弟的从容不迫 贬低哥哥的急切慌张 认为胸不如地 但他们忽略了问题关键 起火了 逃生才是首要考虑的事情 如果因顾及仪态而丧失生命 反而更不值得 有近一代对风度的重视超过生命 他们提倡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但假如泰山真的在你面前塌了 表面的波澜不惊 也只不过是一种掩饰 慌张才是人最真实的反应 与其辛苦维持形象 不如将本来面目展现出来 那个火场里跑出来的哥哥 是这样一个毫无包袱的人 他从不介意将自己没气质的一面 显露人前 他的生命总是呈现最随性自然的状态 他就是王辉之 自子游 王羲之第五子 终其一生 都被拿来跟父亲兄弟比较 比书法 比才华 比气质 比名望 尽管本身有着不俗的才气和本领 但在羲之和羡之旁边 他依然常常是书的那个 不过王子游 却从没放在心上 对他来说 名声和形象什么的 统统都是浮云 随性自然做自己 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身为东晋时的文艺青年 王子游不止研习了父亲的书法天赋 还对很多艺术项目有着浓厚兴趣 音乐就是其中之一 子游痴迷音乐 同时也欣赏才华横溢的音乐人 环子也就是他慕名已久的音乐人之一 某一次 子游要乘船离开都城 船还没离岸 就碰巧遇到了环子也 二人互不相识 难得碰面 王子游想听环子也 天赖般的笛声 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但一个在船上 一个在岸上 见面没那么方便 而且环子也还不是平头老百姓 是个显贵之人 一般人就算想听他吹笛 总要顾及礼节 贸然上去打扰 毕竟有些唐突 但王子游不顾这些 只知想听对方美妙笛声 就要把环子也截住 而且竟直接派人对环子也说 听说你笛子吹得好 为我吹一曲吧 没有凡文辱节 省却客套 就这么单刀直入 看似无理 其实随性 再真实自然不过 人亦群分 物以类聚 随性自然的人 总能吸引随性自然的人 环子也没有介意 王子游的直接 真的下车 为他吹了曲子 从头到尾 客主不交一言 两个随性自然的人 抛开无谓的世俗 虚理 单纯地进行一场 音乐交流 这段故事 也被传为 一时佳话 当然 并不是所有人 都与王子游 这么有默契 因此 他的这种个性 也的确 闹出了不少笑话 某一次 王子游突兀地 跑到陌生人家里面 看烛 竟完全不跟 主人家打招呼 甚至连句客气话 都懒得说 主人家心想 你来的时候不说 走的时候 总不好意思 还是一声不出吧 但他还真不知道 什么叫不好意思 赏完竹 立马扭头就走 主人生起气来 把门锁起来 不许王子游走 王子游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 你不许我走 我就不走吧 顺其自然留下 还开开心心 喝了一顿酒 没有一定之规 随性而为 着实令人羡慕 王子游随性的个性 开始时 可能会不被理解 甚至被当作 无理行为 但因为秉持一颗 赤子之心 终究没人责怪他 相反 这种省却虚拟的 相处模式 其实特别舒服自然 我们不敢随性做自己 常常是怕别人生气 但其实 自己随性 别人才随性 双方更好自然相处 我们心中的那些 担心 害怕 往往是 自己给自己的枷锁 枷锁这个词 古代指两种形距 现在 我们身上 虽没有看得见的形距 却常常被看不见的 刑具束缚 那些繁文辱节 虚伪客套 都是看不见的枷锁 捆绑着我们 覆手覆脚 尽管 很难像王子游那样 随性的如此彻底 但也要尝试 抛却世间枷锁 随心出发 毕竟 人生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做什么 只要遵从内心 问心无愧就好 但是 随性 不等同于随意 相反 随性的王子游 对很多东西 都有常人 难以理解的 执着与追求 王子游 追求的东西不少 比如 他挚爱的竹子 只是搬到 有人家暂时居住 王子游 也要煞费周章地 种上一大堆竹子 旁人笑他多余 他说 何可一日无此君 他的执着 不只是对竹子的执着 也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即便是暂时居住 也不能丧失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所以 岂能有一天 少了竹兄的陪伴呢 我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不仅仅是 物质追求那么简单 追捧最新的手机 电脑和游戏 去各种热门景点打卡 享受高档的美食和服务 这些物质追求 只能为我们带来 短暂的满足 而非长久的逾越 真正高品质生活追求 一定是精神层面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从那些美好事物中 可以获得什么体验 求的是 身 心 灵的一致 求的是 深层次的逾越 这样的品质追求 是一种生活的大智慧 也是源源不断 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 王子游住在山音的时候 一晚天空下起了雪 这雪下得好美 睡梦中的灰枝 感受到美景对她的召唤 立即起身赏雪 边喝酒边吟湿 边赏雪景 不亦乐乎 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如此美景 自然要与好朋友分享 这时候 王子游脑海中 浮现出戴安道的身影 很想马上见到她 尽管戴安道住在山县 但对于随性的王子游来说 距离根本不是问题 于是她立即连夜坐船到戴家去 折腾了一夜 小船终于到了戴安道门前 但这时的王子游 突然感到异性阑珊 于是又决定不进去 直接回家 别人无法理解 她这种随性的做法 费尽千辛万苦来了 为什么不见朋友一面再走呢 她的回答是 诚信而行 尽兴而返 本事一时兴起 那么兴头没了 返回不是最自然的事吗 随性的来 随性的走 目的地已不再重要 只欣赏沿途风景 便已足够 雪夜赏景 房友 同样是王子游 对生活的追求 只不过 这次她求而不得 随性自然 随性自然不是说 不追求喜欢的东西 而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刻意 不强求 不纠缠 争取过 追求过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有时候 甚至结果都没那么重要 很喜欢 麦田的守望者里 这样一句话 记住该记住的 忘记该忘记的 改变能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人生苦短 该当有所追求 但求而不得 也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很多人和事物 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了又去 多是过眼云烟 如果什么都要抓在手里 只会让自己痛苦 别人痛苦 痛苦源于 得不到的强求 而拥有一颗 随性自然的平常心 往往能让我们 得到真正的快乐 与幸福 王子游在大司马 黄文手下打工 整天蓬头垢面 衣衫不整 也不怎么管事 但黄文喜欢他的性格 也就睁之眼 闭之眼 后来发生工作调动 他的新上司 车骑将军 黄冲 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有一天 把王子游叫来考察工作 黄冲问 你是干什么的 王子游答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只知道 常常有人牵马过来 应该是马槽之类的官职吧 黄冲又问他 我们有多少马匹 他反问 不问马 问我怎么知道 黄冲又无奈地继续问 那马匹死亡数有多少 你总该知道了吧 王子游奇葩的回答是 我连活的都不知道 又怎会知道死的 黄冲说 你怎么能这样呢 王子游干脆 给他来个不理不睬 望向远方 过了一会儿 竟开始赞叹起身边的美景 这样罔顾上司威严 求环冲的心理阴影面积 对于随性的王子游来说 升官发财 一直不是他的追求 溜须拍马 更不是他所擅长的 终于 在调职几次之后 王子游发现 官场真的不适合他 于是挂官归去 继续随性过他的人生 当官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 管马不知道马有多少 甚至连马匹是死是活都不晓得 看似糊涂 其实淡薄 这种糊涂不是不认真 不尽责 只是少点表面功夫 多点心中清明 这种糊涂不是脑子进水 只是少想些琐事 多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郑板桥说 一生碌碌 半世萧萧 人生难道就是如此 争名夺利 争强好胜 到头来又如何呢 看来还是糊涂一些好 万事都做糊涂官 无所谓失 无所谓得 心灵也就安宁了 最大的随性自然 就是难得糊涂 随遇而安 人生不是处处有机会 也总有高低位 当身处低位的时候 少艳羡他人 多欣赏生活的美好 或者装备自身 等待机会 这样 人自然会舒服 快乐得多 而在你不心急的时候 往往会有意外惊喜 随性去做 自然有收获 随性去做 不必问结果 随性去做 也不必 事事清楚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活得简单 就是大智慧 想得开 才是最终的赢家 王羲之与弟弟王献之 常常被捆绑在一起 接受世人的审视 比较 但他们不仅没有嫌隙 反而感情更加深厚 两人年老时 都患了重病 献之先去世 家人怕自由伤心 隐瞒了消息 但他还是察觉到了 不对劲 久未闻讯 已经有了不祥预感 于是 墙头病体 奔到王羡之家中 看到的果然是 冷清的灵味 没有点香 没有祭拜 甚至没有悲哭 他直接坐上灵坐 抢过弟弟最爱的琴 要为他送上 最后的晚歌 但琴弦怎么也调不好 王子游也没有勉强去调 人都不在了 曲子谈成谈不成 也无所谓了 他就这么随意地 把琴扔到一边 说了一句 人和琴都不在了 说完就晕了过去 一个月后 同样病重的王羡之 一撒手人寰 灵堂摔琴 看似无礼 但其实 情真意切 真情流露 在这样沉厚浓烈的 兄弟感情面前 一切礼节 都黯然失色 一辈子率性而为 到年老 依然不改本真 他这一生 随性自然 不求名利 不问结果 也不理他人眼光 实在是 过得逍遥 人们说 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必须 努力拼搏 没错 这个世界 有如此多乐趣 如此多可爱的人 我们当然要 努力追求 但过程甚于结果 在努力向前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 欣赏沿途风景 人活一世 有多少年华 可以浪费 所以不要将时间 需耗在 斤斤计较 繁文乳节上 听从内心的指引 随性自然做自己 活一场 真实 精彩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就是这样 我是苏年锦时 在河南鹤壁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做个好梦 《十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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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